大家好 今天是9月14日 星期一 歡迎收看明報5點半新聞 新西民市碼頭大火 徹夜未撲滅 報導傳委 劇毒農煙擴散八街區 被市三天增加317宗確診 錄影益望 衛生官呼籲減少戶外活動 大溫一度重返全球最差 空氣質量城市綁手 雖然經過大溫四個消防部門連夜奮鬥 新西民市碼頭公園大火 至今日中午仍未被完全撲滅 市長科特表示 公園的舊碼頭很可能會完全被摧毀 現時還未知起火的原因 市警重案組已介入調查 新西民市消防局副局長迪克說 昨晚8時12分接報碼頭起火 一路由一級火警升到最嚴重的四級 來自溫哥華、三角州 高桂林的舊火船聯合出動 由飛沙河水上噴射水柱 參與滅火行動 為了切斷火勢 現場亦調配了一架裝設機 將一些燃燒中的碼頭部件分拆 迪克說 大火舞出的濃煙有劇毒 下層空氣含有致牙物質 在場的消防員都佩戴了自動呼吸裝備供養 當晚來火災地點有段距離的位置 聚集了50至100名群眾觀火 火勢一度遇過了一部到隔離的鐵軀 向雲街方向蔓延 有目擊火災經過的市民說 短短20分鐘內火勢失控火光衝天 第一批有四五輛消防車趕到現場 不斷向火牆灌水 不过并没有效果 火势也越来越激烈 附近路段的驾空列车也要暂停服务 今天早上火势仍未完全破灭 参加大火救援工作的消防员 奋斗了整晚 无时间释放 只可以抽时间速战速决 车上留下了整堆麦当劳空纸袋 现场不断喷洒消防水柱 码头标志性的W字形雕塑 在一片浓烟里面仍然一立 雕塑所在的东侧公园报道被火势吞灭 不过火势未有蔓延 西码头公园得以幸免 不过环境令人担忧 有市民说 身处在火牆七八个街区之外的高层泊民里面 仍然可以闻到农烟的味道 消防局说 火在农烟含有一种叫做杂分油的化学物质 被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列为2A类致癌物 大部分新西敏市的中小学今天停货 新西敏市码头公园 在飞沙河和芬街之间的一个填海区域建造 落成在2009年一共耗资了2,500万 公园里面有一条连接着 蘇里和新西敏市 駕空列车轨道展开的600米木製部道 平时是市区居民散步 欣赏风景的地方 视像科特对于码头被毁表示痛心 又说会重建受损的部分 专业听力服务 新一代的助听器透过云端科技还可以远程调教 听力有问题 快点来Lansand Center的卓能听力中心 找李智莲博士聊聊 卑斯卫生官员今天公布最新的新冠疫情数据 省落在过去3天新增了317宗确疹病例 累计7279人确诊 星期六新增137宗 星期日新增了119宗 今天新增61宗 目前有1594宗病例仍未存疑 58人需要住院 其中16人在深切治疗部留医 有3047人因为曾经暴露于已知过案 而正受公共卫生监察 三楼最有6宗疫痪报告 累计人数增加至219人 当中有5人都是长期护理院的长者 也都包括了北部卫生区的首例疫痪病例 而好消息是 至今有5446名患者已经完全康复 今天亦没有公布新的医疗狐狸设施爆发疫情 目前全有活跃个案的设施仍然有13间 省内也没有新增的社区疫情爆发 省首席卫生官亨利医生今天提及省内的烟雾情况 他建议民众尽量避免室外活动 直至没有完全散去 而在室外戴上贴面的口罩也有助避免吸入有害微粒 他亦指自己明白家长可能会担忧 被子女在这种情况上学上课 并表示校园对师生来说仍然是一个安全的环境 他另外也呼吁有出现呼吸困难的民众立即寻求协助 有邦地产物业管理公司有十几年专业经验 一条龙服务帮你找到好租客 还提供买卖住宅及商铺服务 令你安心又放心 列治文分店新开幕 欢迎查询604723999 香港荣华八年用月饼 清香乱华 年谢不同 还有流沙奶黄和流沙八年用月饼 適合中收送礼和赏月团圆 香港荣华月饼 各大消市有得买了 没有天气持组 今早大温的空气质素一度好转 但是下午有offer 更加一度从登全球最差空气质量 以超过270的空气质素指数超过波特兰 卑士教师联会今天要求停课 说教师和学生不应该在没有通风 或者没有新鲜空气的极涌课堂上课 新西敏市三间学校今天早上宣布停课 温哥华也有学校取消户外活动 不过也有部分学校仍有不少小朋友 在操场上活动 不少机构都呼吁民众减少剧烈的户外活动 提早预防 Squamish附近的海天纜车纜索 第二次被人割团 这次是造价5500万的海天纜车 降制纜索 在不够一年的时间里第二度被人割团 海天纜车总经理布朗证实 纜索昨天凌晨4点左右被人割团 纜车车箱也都已经跌落地 海天纜车的纜索 去年8月被人割团 造成价值500万到1000万的损失 直到半年前 之前完成收复和重开 重开了不够半年 滥索现在再次被人割团 好多民众都会选择自制口罩防疫 这样自制口罩需要选择怎样的布料 才有效过滤病毒呢? 本报请到比斯大学医学院临床港师 黄性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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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 double-knit cotton mask, and you have the filtering layer be composed of a three-ply of dried baby wipe, then this mask is actually as effective at filtering particles as a commercial non-medical mask. In terms of breathability, this mask is slightly less breathable than a non-medical mask, but it is still more breathable than an N95 mask. 禁止製口罩的效果,可不可以代替市面上出售的非医疗用口罩呢? Our study tested a non-medical mask from a local pharmacy. This is similar to the Costco mask because it also is composed of three layers of non-woven material. Most of these masks are made out of similar material using a blend of cotton and polypropylene, and a lot of these are melt-blown or spun-lase or spun-bound as the polypropylene material is a very effective filter because of its material construction. 常述的发现是来自黄正和卑士机械工程学教授Steven Wojcik 带领的团队最新的检测成果, 他们针对针跡、塑跡、不迫布等41种不同材料的过滤效能和透气性进行了系统性的评测。 如果想在星期一到星期五准时收睇我们530视频新闻, 记得免费订阅MingPowDailyVancouver的YouTube Channel, 按下旁边的钟就可以收到最新消息, 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 记得点个like和share影片啦! 安省维生厅今天公布确诊313例, 是6月5日以来最高的单日案例, 大家都担心第二波到来, 肃先禁警钟的是大学医疗网络的主席史密斯医生, 他说ICU上个星期六有7名重症者, 绝大多数都是确诊者, 情况有些似今年第一波疫情的时候, 对于现今的情况, 安省首席医疗官威廉斯医生说, 只是反映出年轻一代将病毒带回家, 传练病年老的家人, 他又说疫情的反复需要更多的时间, 才可以确定是不是第二波, 当中有一个关键词就是社交聚会, 有记者问到为什么不关了餐馆和酒吧, 副首席医疗官耶弗答了, 他说个案并非来自餐馆和酒吧, 主要是私人社交聚会, 人多没有做好社交距离, 又或者是私人婚宴, 卫廉斯医生说, 私人住宅, 不懂得购买这么多人, 洗手间不够, 也都无法做好社交距离, 和宴会听不一样, 当市长庄德利今天有点懵悉, 他说尝试不用人教, 人多的地方不要去, 记得戴口罩, 保持两米社交距离。 在安省倫敦的西安大陸大學 最近有5名學生確診 當地的公共衛生局昨天宣布大學爆發疫情 在今年9月開學以來 首間爆發疫情的加拿大大學 當地的衛生機構說 這5個學生沒有住在學校裡面 也沒有回過學校上課 或者參加過其他校內活動 不過我們去過倫敦市區的酒吧和餐廳 在那裡接觸過一些人 衛生機構預測 未來可能會有更多病例出現 而在多倫多東邊Kingston的皇后大學 雖然暫時沒有病例 但是皇后大學的一個教授 在上個星期写了一封公開信給學生 在信裡面說 他見到一學生舉行派對 有不少人聚集 而且沒有保持社交距離 當地師傅表示 在過去兩週 接到300宗取暗投訴 主要是來自皇后大學校園 師傅發出了十幾章 有關大型聚會的罰單 溫哥華明天9月15日星期二的天氣預告 預測全日主要天音 早上有三成機會會下雨 廣泛地區有煙霧 溫度最高有16度 晚上逐漸天清 溫度最低只有15度 現在看看香港新聞 香港上訴法庭星期一 在判決一件案件時表明 立法會權利及特權條例 是為了立法會營造安全及莊嚴的環境 讓議會事務得以有秩序及有效運作 條例並不是容許議員 侵犯其他議員享有言論自由及辯論自由的權利 即使條例是保障議員享有言論自由 但當中只是確保他們無懼 及不受阻礙下履行職務 不代表議員可以凌駕法律 上訴庭在拒絕立法會前議員 長毛梁國雄申請終審法院上訴許可證明書時 作出有關的說明 長毛是在2016年11月立法會會議時 涉嫌搶去時任發展局副局長馬兆祥的文件 他被控違反立法會權利及特權條例中的藐視罪 裁判官原先裁定相關條文不適用於檢控議員 不過律政司不服這個判決 所以提出上訴 上訴庭期後裁定立法會議員 是不可以凌駕法律 將案件發還裁判法院審理 不過長毛又不服 於是向上訴庭申請 去終審法院上訴的許可證明書 上訴庭首席法官潘兆初 副庭長林文漢和法官彭偉昌 星期一班下判詞指出 梁國雄一方向中院提出的上訴理據 和原先上訴時所提出其實是一模一樣 既然上訴庭早已是駁回他的上訴 相同的法律爭拗 在終審法院亦都不會有合理的勝算 所以拒絕了他的申請 Teach Request為一至十二班學生提供安省註冊教師 一對一上門或網上補習 快點致電647-812-2498查詢吧 《中國時報》最近報導 五名港青在7月中下旬偷渡去到台灣時被接獲 現在還被扣留在高雄 台灣獨立記者鍾勝雄在12日在Facebook發文 自稱是將他們帶來台灣的主要協助者 他說五人現在被扣留在陸委會的手上 從抵達高雄到現在近兩個月 他們沒有任何對外聯絡管道 甚至連長期協助示威者的律師、人權團體都見不到 他說民進黨即是不如大家想像這樣 那麼支持香港的抗爭者 而台灣中央社就在昨晚報導 獲消息人士證實 五名偷渡去到台灣的港人確實被扣押 尚未有獲釋的消息 但就相信處境不至於被軟禁 據了解五人有會見律師等的基本權利 美如愛傳所指被中斷聯絡管道 台灣行政院長蘇貞昌今天都有回應 說政府和民間各界都關心香港和香港人 台灣有專責機構處理 但有些個案不可透露 給予實質幫助最重要 香港保安局長李家超在今天說 留意到的新聞報導 自出有五名港人在兩個月前 京東沙島堤台被捕 暫時未收到台方任何信息 亦沒有收到他們家人的救助 他要求台方不要窩場罪犯 希望台方依法處理 涉事港人之後將他們送回香港 等特區依法處理 警方已向台方查詢有關情況 正等候回覆 他以後重申任何人發發 都要承擔法律責任 華坦然面對 完成終身帶著為罪潛逃的內印 現在看看娛樂新聞 馮瑩瑩今天出席犯黑路人甲的宣傳活動 說好相鑑賞加盟做對手 因為大家都有一個共同的特徵 我們看看為甚麼 思思情 思思情 我覺得都是一個可行的發展 因為這方面的氣力 我都未挑戰過 如果是沿返人馬的話 我會選誰 蔣家文 因為是這樣的 我看到網上有些評論 這不是針對演技 是對於我的豐厚嘴唇 經常都說感覺到很sexy 而且看我演戲時 經常都會被我的嘴唇吸引到注意力 我想起 擁有這個豐厚又性感的嘴唇 除了我之外 原來我有這樣的特質 另外就是蔣家文 其實一向他的性感豬唇 都是色力牆 我相信有兩個差不多共通特質的人 放在一起 你幫我寫後面那句 麻煩你 我免得拿後面那句 想起也覺得很性感 是不是 對 愛女生你不可以的嗎 比愛男生好嗎 呃 首先都是劇情需要 你的朋友都沒有愛過嗎 平時的女生朋友有沒有愛過 都會的 因為我本身女校出身 所以其實女生朋友 閨密感情好的話 有時候大家會 kiss面 或者作狀kiss嘴 其實沒有 其實沒有 他就沒有 真的沒有 都沒有 但當然是不抗拒的 今天的新聞在這裏結束 多謝收看 不再會